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斧神工 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都是量产耳机 这期视频聊聊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耳机品类 也就是定制耳机 确切的说是关于定制耳机的基础的一些相关概念的介绍 我相信如果看完我这期视频的朋友 应该可以避免受到部分商家的误导 所谓的定制耳机主要有三个尾面 一是定制佩戴 二是定制声音 三是定制外观 在我个人看来必须要有定制佩戴和定制声音 才算真正的定制耳机 那定制佩戴呢 主要是通过耳朵倒膜或者扫描的方式 最终通过3D打印或者是其他一些开膜的方式 制造出来一个和被定制的消费者 耳道非常匹配的外形的耳塞 定制佩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因为如果看外观和当初的倒膜或者实际佩戴并不贴合 那多半就是用工膜冒充定制耳机 那为什么要针对性调音呢 是因为每个人的耳朵存在着些许的差别 这对于我们听音响而言影响是比较小的 但是对于我们佩戴耳机而言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 定制佩戴呢 主要可以解决与我们外耳的贴合问题 可是内耳的容器本身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要针对每个人的实际的人耳进行针对性的调音 如果定制耳机没有针对性的调音 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工膜的耳机 只不过佩戴更贴合而已 声音上相比于其他的工膜耳机 并不一定有太多的实质性提升 而这一点要怎么判断呢 这里就牵扯出来一个非常基本的 关于人力成本和售价的问题 这里请大家记住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一以国内为例 通常一个普通的升学工程师月薪差不多是一万多 可能有些也有达到将近两万 甚至是三万到五万也有 比如说像苹果给普通的升学工程师也会有非常高的工资 而对于更多的升学行业的公司 通常高级升学工程师会有比较完善的设计和调音的能力 而通常对于这个级别的工程师来说 月薪大多在两万到三万之间 那么我这里可以取一个平均数是两万五 大家需要记住的第二个前提条件 是关于调音所需要的工时 虽然说调音没有一些广告中所宣传的那样耗时耗力 但是即便是对于一些有着一定基础的前提条件和硬件设计的产品 可能通常也需要几个工作日的调音 那么这里假设是五个工作日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而按照刚才所讲的一个高级升学工程师的月薪大约是两万五 那么算上五行已经实际上公司的成本至少有在三万甚至要三万多 我们这里就以三万为例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高级升学工程师 他去做一款定制耳机调音所需要的人力成本就有大约7500元 这还仅仅是针对于国内 那么对于美国而言 可能一个高级升学工程师的月薪在8000到9000美元左右 大家可以算一下 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月薪的高级升学工程师 他去做一款针对性调音的产品 需要的人力成本大概是多少 再考虑到定制耳机本身需要的物料和单元成本 以及售价肯定要比成本要高一定比例的这样的前提条件 可以说对于一款真正意义的定制耳机 售价至少要在一万元以上才能保证基本的盈利 或者换句话说售价低于一万元 尤其是低于5000元的所谓定制耳机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比例都不是真正的定制耳机 而只能算是一种伪定制耳机 当然这里也并不是说这些售价的产品 完全都没有任何定制化的调音 那有些耳机可以通过预先设置的几种分频器 也就是预先设计好的几款分频器 以及预先设计好的一些滤网 进行在一定范围内的调整 那这种在我个人看来属于一种半定制调音耳机 确实可以做到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但是也无法做到比较好比较理想的定制化调音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样所谓的伪定制的耳机 实际上类似于我们在一些餐厅中所吃的预制菜 或者说料理包 那有些人呢 他明明想花钱去吃真正所谓的现炒的食品 甚至呢会根据它的口味 比如说不放香菜等等 那实际上呢 上来的却是一个预制菜 一个料理包 可能是一些人比较好奇 那为什么市面上会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定制耳机这个东西 或者说为什么会有一些价格相对较低的 事实上是半定制甚至是伪定制的定制耳机 在我看来其实是原本的定制耳机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品类 并且价格非常的高 给人一种很高端很好的感觉 那么一些商家呢 利用一些消费者所不知道的信息差 让消费者认为他们用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 也能购买类似的服务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简单来说呢 由于定制耳机在设计和量产的一部分成本上 没有办法像量产的耳机那样去均摊 所以成本其实比市售的耳机要高很多 也许说到这里面 也有一些人会比较好奇 那这样的所谓的定制耳机值得吗 我的个人理解是 如果你认为市售的耳机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听音需求 并且你有充足的预算 而且呢 你又有一个比较靠谱的渠道去购买 比较好的定制耳机 愿意花这样的钱 那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投入也是值得的 那这里可能也会有人问 该去定制哪些品牌的定制耳机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很难回答了 一方面是避免广告嫌疑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定制产品 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种产品 即便可能对于同一品牌 不同工程师的水平也是有所区别的 甚至对于同一个工程师 他在不同时间或者说针对不同的客户做出的产品品质 也有可能是存在差别的 就像一些从事舞台演出行业的人 不论是他们的耳机 包括他们的一些 比如说怎么去调这个麦克风的这些工作 可能他们都是指定某个人 或者说某个老师去进行 而不一定是指定某个公司 他们指认某个人 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还是那句话 定制的产品和量产产品价格是截然不同的 一定要有充足的预算 还有这样的需求才是值得去考虑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